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9月18號 星期三的一個盤中解盤節目 我是陳輝博 今天的台北股市 呈現一個上漲的一個格局 到目前為止 我們先來看一下11點鐘 台北股市現在的表現 今天的盤勢是開平高 但是到目前為止已經漲了51點 現在53點 已經漲了53點 今天不管是在大盤 還是在貴買指數OTC的部分 都是呈現一個上漲的格局 成交量的話 目前是1197億 現在已經預估量到1200億了 這樣的預估量的話 比較昨天來講的話是小幅增加 因為昨天的一個成交量能1147億 所以今天是一個量增的格局 各位 這個行情不斷的在創新高 今天又持續創新高 今天最高來到目前為止來到10929了 來到10929了 其實大概這幾天的一個盤勢 就已經有很多人跟各位講說 台股已經漲到壓力了 如果說我們嚴格來看 嚴格來看 這是到今天9月18號 當然目前的大盤 持續的挑戰這一條下降反壓 很多人會跟各位講 這個地方已經開始變臨了壓力了 然後甚至有人跟各位講說 這是KD指標 KD指標 KD指標的一個走勢 我們可以拉近一點來看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KD指標的走勢 它現在都已經來到90之上了 我們來看一下數字 93 這是我在上節目之前印的 所以你從各方面的 不管是從指標的技術分析 從那個位階點位 因為這一波已經從10 180 漲到現在已經漲多少 漲了大概800點了吧 700多點了 700多點 好 這個位置點位又面臨什麼 又面臨剛才我給各位畫的 這個下降反壓 又來到這邊 所以現在很多人的一個操作的觀念 當然會保守跟謹慎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其實股市上面的操作 我們注意的不是這個 目前的指數它的位階點 是在多少點 比如說現在是在1萬點 1萬0500點 1萬0800點 還是1萬1000點 其實我認為那個點數當然不重要 如果你要沿著 嚴格來講 從技術分析的架構 現在的KD值已經進入了 相對的比較高的一個高檔 這個相對進入比較高的高檔 有沒有可能形成KD的鈍化 對不對 是不是來到高檔 你就會錯失掉後面這一段的行情 所以其實重點在於哪裡 重點在於趨勢有沒有改變 如果你因為每天的指數 因為已經過高了 你就自己下自己 那你會錯失很多機會 昨天的我們盤中節目 微博老師特別舉了兩檔股票的例子 來跟各位做說明 哪兩檔股票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4126的太一 這是當時候我們在5月9號 請會員去做買進的時間點 好 5月9號的台股 是面臨了大幅度的下跌 因為當時候美國總統川普 針對中國當時候是第一波2000億的商品 這邊是第一波2000億的商品 這邊是後來3000億的商品 所以都出現了大跌的一個狀況 當時候5月9號的時間點出現了大跌 但是我們卻去買股票 我們當時候去買股票 好 那你一定說 微博老師你可能買了很多股票 然後拿出太一來講 我跟各位講 當時候我們只買太一 而且我們買進的資金的部位 都是買進三分之一的資金 三分之一的資金是什麼概念 如果你的總資金是100萬 你就是買33萬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過 我們的一個操作邏輯跟原則 我們是用基本面做選股 技術面去做買進跟賣出 所以股票買進跟賣出 除了基本面選出來之外 我們還要看它技術面有沒有出現買點 或者是賣出的時候 技術面有沒有出現賣點對不對 好 第三個我們是不追高的 因為我知道我如果追高的話 風險會很高 第四個買進設停損賺錢 我們就設停利 好 重點在這邊要跟各位講的是 會員持股保證三檔 那你三檔股票 我這樣說好了 如果我們一檔股票是買三分之一資金 然後我叫了五檔股票 我請問各位 如果是我的會員他怎麼買 如果我再講一次我資金部分一檔股票 我是買三分之一 那如果說我總共叫了五檔 我叫了十檔股票 那我請問會員怎麼買 他是不是要從裡面去挑 那挑對了賺錢 如果挑錯了呢 或者是比如說我叫了很多股票 然後太一其中一檔漲 其他的都不漲 那客戶剛好買到其他股票 那怎麼辦 所以我不能這樣子做 每一個客戶的資金都是寶貴的 他們的資金都是集中要運用 我要幫他們創造獲利 所以我只能買什麼 我只能買三分之一 保證我股票 我只能買三檔股票 好 那重點不是在這邊 重點是5月9號我們去買太一 那5月9號的大盤卻是下跌 卻是下跌 那太一當時候的位置點位在這邊 5月9號的泰一位置點位在這邊 他當時候是低基期的期長 所以你回頭再來看一下 當時候的大盤在跌 為什麼 微博老師 你那麼勇敢可以去買進這一檔股票 這個部分當然是我們有很多 基本面或者是技術面去佐證 我要在那邊通事會員做買進 買進不是說我一定保證賺 我也設了停損 只是我沒有停損掉對不對 我漲上去賺錢了 那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給各位看 我要跟各位講 大盤當時候是在下跌 我們買的股票可以賺錢 各位懂我意思嗎 不只 昨天我們還跟各位做舉例 這個地方是7月份的高點 已經漲到多少 已經從這個地方也漲了800點了 到10994 然後面臨了大跌 這個大跌也跌了800點 這個跌了800點的過程是因為 美國總統川普針對中國的商品 再加深3000億的關稅 所以當時候 大家對於這個市場會怎麼樣 擔心害怕 但是你看 這是當時候我們在帶會員操作股票 這個有發出訊息 都是有這個證據的 這是7月23號 買進8358基區 多少價格 各位 買進一定是買進1 3分之1資金 我講了 我們買進的股票 一定是買進1 3分之1資金 因為1 3分之1的資金 你才能夠確保如果賺錢的話 是幅度是賺得比較多的 買進一樣設停損 因為有可能會錯 對不對 好 這是7月23號 好 為什麼舉這個例子來做說明 因為當時候的7月23號的大盤 正要開始往下跌 正要開始往下跌 好 我們買8358的金區 7月23號的金區在這邊 各位 有沒有顛覆你的那個 對於大盤跟股票的那個觀念 你總認為說大盤漲股票會漲 大盤跌股票會跌 我跟各位講 不是這個樣子的 為什麼我要特別跟各位講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以台股的架構 它會有輪漲輪動的股票 我們只要確立目前為止 是不是一個大拖頭方向 那什麼叫大拖頭方向 一萬兩千 一萬零兩百點 不是一萬零兩千點 一萬零兩百點之上 這個上方其實大架構來講的話 它都叫做多方 那如果在這個一萬零兩百點之下的話 它叫做空方架構 也就是說如果是這個空方架構 在這個地方很多股票會跌 在這個地方很多股票會漲 但是反過來講 這一段下跌 這一段下跌 也會有股票會跌 各位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重點在什麼 重點在個股操作 所以你專注在指數 如果你現在專注在大盤 今天大盤漲 我才要買股票 那你錯了 大盤漲不應該追 大盤如果跌 反而可以去買 你應該反過來做 所以其實以大盤目前的狀況 我重視的是一個趨勢 它有沒有被破壞 以及它有沒有被改變 如果被破壞 至少短期趨勢要先改變 什麼叫短期趨勢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加權指數的走勢 這是30分K線 這是到今天9月18號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波以來 從10,180點上漲 它就是這樣的架構 其實都是出現了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 好 它是這樣的架構 這樣的架構 這樣的架構 我目前在觀察30分線 它會不會去跌破了這個地方 如果這一波的上漲趨勢軌道 短線的它跌漏了 跌破了 短線的趨勢就有可能 短線會做改變 當然你說這個位置點位 台股已經漲到了 將近快1萬1千點了對不對 這個位置點位高不高 高 為什麼 我們剛剛都給各位看過了 如果你單純從K線來看 它的確過高 從KD指標來看 它的確過高 但是不代表不能操作股票 而且這條線有沒有可能會過 當然有可能 不是不可能的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今天的OTC表現 今天OTC算漲得比較多的 過去這幾天的OTC是不是也是 沿著這個下降軌道線被壓住 人家今天就突破了 人家今天突破了 之前的那個OTC在這個位置點位 這個位置點位 我們稍微拉近一點看 這整個 這個整個 好 OK 這樣子就可以 你有沒有看到這KD指 它也進入高檔 所以這邊進入高檔 它會修正指數的走勢 但是KD進入高檔 不代表要走空投 只要量能再做放大 你有沒有看到今天的OTC指數 量能成交 成交量能放大 成交量放大的話 它就有機會做突破 所以回頭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大盤的部分 指數有沒有可能做突破 有可能突破 成交量部分只要放大 它就有可能突破 當然一旦突破 大家就樂觀了 搞不好指數就會出現的下跌 但是指數的下跌不代表趨勢改變 大家只要注意好我的測標就好了 當我的測標只要哪一天 給各位改成了向下 那就表示這一波又要回檔了 只要沒有轉為向下之前都可以操作 你可能很難想像 很難想像 威爾老師這一波代會員操作股票 創新高 還在創新高 我們之前是不是有跟各位講過 這是3530的金向光 這是我們操作股票 我講過了 我們操作股票一定是這種 多方趨勢的 多方趨勢的走勢 今天9月18號 創新高 所以其實不是不能操作 是看你操作什麼樣的股票 當然現階段的操作 絕對要以風險為主 不能說看到漲就去追 我認為股市只有控制好風險 你才有資格還獲利 這個是我一再強調的 我不管台股在哪個位置點位 只要我要進場 我想到的都是風險 所以等一下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你來看我目前為止怎麼操作 你很難想像 我昨天還在代會員買股票 而且昨天代會員買股票 今天創新高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來跟各位做一個 詳細的報告 好 緊張 Ox壁 與你無言 很好 鬱有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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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时 手指按压机请右下方指纹按压机进行辨试 辨试成功即通关完成 It's Easy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大盘 持续的一个走高 目前涨了56点 整个成交量目前放大到1230亿 所以其实上涨它是有量能出来的 其实我并不在意今天指数是涨还是跌 我也不在意今天是涨多少还是跌多少 我在意的是我们目前代会员所操作的股票 它的一个走势的状况 所以指数的涨跟跌并不能改变 比如说趋势的一个方向 哪一天大盘如果真的趋势改变了 我在测标也会给各位一个答案 所以现在能不能操作股票 我想问大家 有的人会做放空 有的人会做多 做多的逻辑跟方法 做空的逻辑跟方法 你有没有掌握到 目前为止 这一波以来我都是做多的 而且我到昨天还在买股票 可能各位不相信 但是我们都提出证据来给各位看 这是昨天9月17号 今天是9月18号 这是昨天9月17号 我们发现了3105的文貌 272元左右 可以直接试价买进三分之一资金 买进多少的资金 我一定都会讲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了 我们一个会员等级 他最多只能买三档股票 不能超过 你超过没有意义 你一直叫股票 然后会员也没有办法 去做买进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坚持 我每一个会员等级的总类 就三档股票 买进的话一定会设停损点 一定会设停损点 好 你看3105今天文貌 直接创新高 今天目前为止 最高已经来到296 296持续的创新高 我们是在昨天 昨天的时候 我发现昨天的时候 整理差不多结束了 整理差不多结束了 因为它是一个这样形态 我给各位看 我买的股票 你看一下 我趋势一定是最重视的 它的走势的方向 如果它走势的方向是空头 我不操作的 我绝对不可能说 我去操作一档空头股票 它是一个多头的架构 这个多头架构 它就是今天创新高 对不对 它的走势在昨天量放大 昨天量放大还有两个地方 大概给各位简单看一下 这是昨天的KD 今天的部分是这样子 昨天的 还有下面这个是昨天的MACD 其实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 可以藉由很多的技术分析 跟指标来做一个辅助 这个辅助都是帮助你 有没有可能它起涨 或者是买进之后 它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稳健 风险比较低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要给各位看的 不是今天创新高 我要给各位看的是 我们真的有买 真的有通知会员做买进 买进的一定是三分之一的资金 然后买进一定是涉停损 然后买进之后 它什么时候动我不管 对不对 它只要持续往上有机会涨的话 那我们就赚钱了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而已 这个大盘到昨天为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盘 到昨天为止 其实昨天是下跌的格局 对不对 到昨天为止 其实就已经慢慢面临 这个压力的位置点位了 这个位置点位 你一定会很怀疑说 还可以买股票吗 可以 我证实给各位看 昨天9月17号发出的讯息 所以其实重点不是在于说 台股的高还是低 重点是在于台股它涨完了没有 重点是在于还有没有股票会涨 你看我们这一波操作股票 我们刚刚讲的向金光 我也给各位看买进的证据 向金光这是9月11号买进的证据 市价买进三分之一资金 一样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我买一定有股票名称 价位 买进的资金部位 停损的价格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这是风险上要控制 这是资金买进三分之一 那你买进三分之一资金的一个架构 当它创高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够赚到钱 对不对 现在100块 我要给各位的意思就是说 我每一档做的股票 你看 这是我们之前给各位看向金光 我之前还把这一张图把它遮起来 我跟各位讲 我们操作这样的股票 然后之后就给各位看 那个是我记得是中秋节之前 我要给各位看 你有没有看 它是属于这样的格局 这样子的格局 叫趋势是多方的 当然这个基本面我会去看 因为我们买股票我强调过了 我们所用的就是基本面选股 然后再用技术面去找买进点位 跟卖出点位 所以重点是在这边 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我再给各位看 这个是一样我们买进军豪的讯息 这张图有点歪歪没关系 这是在8月份买的 我到现在还续报 到现在还续报 今天军豪没什么涨 今天军豪震荡 今天量缩了 量缩做震荡 今天预估量500多张 他是量缩做震荡 那是军豪最近的走势 好 那我们是在8月份买的 8月底27号那时候 一样股民什么股票 价位多少价位 买进多少资金部位 所以一次都是买进三分之一 买进有没有设停损 设了停损 买进去之后 那16号吧 这是16号 他的架构直接创新高 那这个多少价位买进 20.55 现在22 所以是10%的获利 这我就不讲了 你看 是不是跟刚才我所讲的 每一档股票形态都一样 多方架构 从多方架构里面去找 他的一个买进 卖出点位 我非常重视操作的风险 如果说这一档股票 让我买进去了 有可能让会员产生很大的风险 就算它有可能会涨 我都不做 所以我们操作的逻辑跟惯性 就是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其实我给各位一个建议 股票不是不能操作 而是看你要操作的标的 它本身的位置点位 价格还有后面可能产生的一个 获利空间会有多大 你都要做评估 所以其实操作的结果 我长期就讲过了 它有四个结果 不是大赚就是小赚 不是大赔就是小赔 就这四个而已 这四个结果里面 其实重点就是把这个大赔拿掉 所以其实每一次的操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买进的时候 为什么都要设定这个停损的位置 如果停损掉了 那我们就做卖出了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停损掉了 那你就要做卖出 也就是说我最多赔一块钱 最多赔一块钱 那你必须把这个风险控制好 你才有办法冲到后面的一个获利 我再次强调 不要看到指数上涨 然后你就忘记风险了 尤其是指数 现在涨到这个位置点位 它的风险相对性比较大 为什么 我刚才给各位看过了 目前大盘的KD值 已经来到了高档区 所以这个盘式一有风吹早洞 有没有可能会拉回 有 但是你只要控制好风险 能不能获利 可以的 可以的 如果你昨天去买3105的文帽 今天随便卖都获利 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部分的话 我希望透过我们的一个节目 传达给各位 您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你要进场上面的风险 当然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去漏掉 我认为做股票 三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哪三件事情 第一个 选股 你选择的股票 它将决定你的一个操作的结果 没有错吧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叫选股 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叫什么 叫买点 如果你的股票买点是正确的 没有问题 你只是赚多跟赚少问题 第三个 卖点 你有没有发现 微博老师在跟我讲废话 其实股市它说难不难 说简单不简单 这部分我利用一点点时间 来跟各位说明一件事情 好像没有带我的LINE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节目 都有我的LINE的ID 在这边 在这边 这边这边 都有LINE的ID 我应该从今天开始 会给各位录制 盘后的一个解盘 我这个盘后解盘 会跟我现在盘中的节目 或做区别 因为我们毕竟盘中的节目 是在跟各位讲我们怎么操作 我们希望你来参加我们的会员 对不对 但是盘后的节目 我希望导向教学的一个方式 我希望把我所懂 我所会的交给各位 所以如果说你想学习 你想知道我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你可以加入我的LINE 加入我的LINEID 我们在节目上面都有 好不好 在这边 在这边我找到了 在这地方 你可以加入我的一个LINE 我们会提供各位 在操作上面的一个想法资讯 以及如何控制风险的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一个盘中节目 就先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预祝各位操作顺利 拜拜 拜拜 运动财经台 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叮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足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叮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足播 02-8773-885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